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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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哇 為什麼我們要坐在廁所的門口 是我們都在那邊 對啊很奇怪喔 一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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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個 那思考的來喔 沒有 沒有 直接介紹 沒有必要啦 你不用字卡因為你在餐桌 欸是時候我們去日本的時候啊 去看那個就是類似我們的美術館 然後有你很多那種一支一支的那一種樂器 你之前不是有帶一支一支然後你就這樣 然後覺得那種鬼的聲音 他們那邊也有啊 可是我們怎麼敲都超難聽的 他需要一把弓 大提琴的弓 對 說沒有弓就只是好看而已 或者是要有一些特殊的道具啊 請問今天的樂器是 你說像這種特殊的道具嗎 沒有 請問這個可以 是可以發出美妙的聲音嗎 這個是用吹的是不是 對 這個聲音可好聽的 這個吃完就會有美妙的聲音 對 欸你今天為什麼 你幹嘛 你是不是轉行要賣火鍋了 不是 你是不是要置入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帶什麼東西來 結果我 也太跳了 原本是樂器欸 我跟你說這要怪你 那天我在實況 他在實況的時候我就想說 我不知道帶什麼東西我就問他 然後說你不用管你就去 你就準備穿菜百二鍋來就好 不是 我真的這樣講嗎 你真的這樣講 回去翻VOD 回去翻VOD 醉鬼或早 那我下次要說 我想吃拿大臭豆腐 沒有 帶拿大臭豆腐來 但是因為 就是上個月已經吃兩次 我有點膩 我是很喜歡吃火鍋的人 沒有 剛才看到有人家很對地 也實在盯著你 你就吃兩次 吃兩次 吃兩次 吃有點膩 然後就想說 那就來組點不一樣 想說既然都上節目了對不對 就要不惜成本 我今天通告費都賠進去了 真的假的 這是很誇張的 這是用你的錢 賣的喔 我還沒有錢款 不知道賣卡片要給我多少錢 想看看 那應該算個五百嗎 五百 哪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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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卡片要給我多少錢 下班再問啦 他可能只能給你蒜泥的費用 這是我剛剛磨的蘿蔔泥 大概兩百吧 我要哭了 好 沒有 因為我很喜歡吃火鍋 然後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帶什麼樂器來 然後因為我剩下的 比較特殊樂器都很大件 樂器和火鍋真的很挑動 對 然後就因為他們 他跨年那時候來我家吃火鍋 然後他那天在慈況就說 那就來煮火鍋吧 我真的有這樣講嗎 你真的有這樣講 我真的有這樣 他說你晚上帶什麼 你就來這邊煮 算下白鍋鍋 我說嗯嗯 好這也不錯 好我就來 真的這你回去分VOD 一定有 一定有 應該是上個禮拜 你會不會講說心裡話 對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很喜歡吃火鍋 所以就 然後不惜成本弄一個 我平常在家裡自己都不會弄的海鮮 真的還假的 我覺得你 因為這個東西啊 太超過了 看這個東西 就是會覺得說它好像很貴 但是其實 就是 這些海鮮啊 都是早上去冰江市場 昨天早上去冰江 你去釣了是不是 不是去釣 就是看什麼東西便宜就買什麼 然後 我知道大家都怕麻煩 所以你看蝦子處理好了 下次沒有紅沒有紅 其實真的很貼心耶 然後這個我昨天晚上就燙好了 他這是永何貼心的 昨天晚上就燙好的 燙好然後先冷凍起來 不是啦 請你 請你不要 請你不要在我的鍋旁邊做肉絲 不是因為其實我今天應該是要穿短褲 好啦 好啦 對不起啦 我記得我把頭髮都放在短褲 所以我在找短褲口袋 我就本來要吃東西 然後你就要把頭髮綁起來 對我想要認真是吃東西 洗衣褲還綁頭髮耶 綁一個超高的馬尾 沒什麼都要吃 這都綁超高的 然後就昨天晚上你看 這個湯底還是昨天晚上煮的 我這邊還多一盒 我昨天晚上 因為我每秒的戀情時間 拿來煮柴魚高湯 我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 啟動我會想要煮火鍋 給大家看的原因 是因為那天鳥屎來我家的時候 他想要在我的 酸菜白果鍋裡面放 科學物 我剛剛說你要是放下廚 一巴掌給你打下去 對因為我們家吃火鍋 你可能跟你是我朋友耶 真的耶 這只有火鍋而已 因為就是我們家 我從小就吃火鍋 然後我爸有很跳嘴 然後就跟著我爸很跳嘴 所以火鍋釋加就你家開了 對 真的耶 不過就你今天帶來的東西 你應該是痛風召喚師 對 痛風召喚師 我剛剛去上廁所走出來 等一下就讓你痛風 真的 不要這樣詛咒我吧 對 好 然後呢 就是因為其實每一種鍋 都有每一種鍋的吃法 那 我要先講一個最基本的大原則 就是 你的料要往同一個方向走 因為大家就是吃火鍋 吃到後來啊 通常都會整鍋火鍋鍋 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煮到什麼 什麼丟進去都是一樣的味道 然後就是那個肉也是 肉也是魚 魚也是肉 肉也是菜 菜也是餃 就是什麼味道都砸在一起 所以就是 你首先你要先往同一個方向走 就譬如說 因為這樣會最早 對 他內心覺得就很好餵啊 對 老師我還是有想要 想要想那天 在講課也困 沒有啊 對 對 然後所以就是 譬如說如果你湯清的話 就要先煮 先煮海鮮 先把你的方向確定好 說這一鍋是海鮮鍋 就把海鮮的味道泡過去 這一鍋就是海鮮底 對 那你煮肉的話 就是你第二鍋進來加湯的時候 你就不太會去改變湯底的味道 你只要加高湯就好了 這不會說吃到後來說 就是你去吃壽喜燒也好 去吃什麼 去吃什麼 昆布鍋也好 吃到後來都是一樣的味道 欸如果你開餐廳 會被很多人討厭 不會 因為客人來啊 然後就可以這樣 娘娘娘 你怎麼可以先這樣 他不會講啊 我會就是做一張大概2000字的那個 警報放在鍋上 要先閱讀好 然後打勾打勾還能繼續吃飯 他就是我已同意上市 然後就是你知道 都不會有人看其他人 就是大家在排隊 等一下都先拿菜單先點 你先拿銅衣服給他 蛤 我絕對不會先放生肉 然後海鮮跟肉放相反加500 好然後呢 就是你煮的時候呢 耐煮的東西可以先下去 這是海鮮鍋啦 那海鮮 我這個湯底是只有蔥 然後左燕柴魚高湯 跟味靈 那為什麼顏色會是咖啡色啊 因為你的鍋底是黑的 然後我的鍋子是黑的 其實因為 其實湯是蛋虎破色 這樣說很假白 蛋虎破色也太假白了吧 對 那我們來吃點翡翠色的菜好了 不行 我們來吃點豬紅色的肉也不錯 謝謝 就是耐煮的東西可以先下去 譬如說豆腐啊 這種可以煮一輩子 越煮越入味的東西可以煮進去 好 這是什麼 豆腐 豆腐 他說豆腐可以先是不是 對 他說越容易入味的就先下去 不是 就是耐煮的東西 就是煮了不會老掉 那這個呢 這個很耐煮啊 這個等一下 這個等一下 對 爸爸可是我想先吃海鮮 對要先吃海鮮 豆腐只是先放下去而已 然後豆皮啊 要先吃海鮮啊 對要先吃海鮮 那你去樓下買一碗海鮮都自己吃 他說要先放海鮮的 熊啵啵 是他熊啵啵好不好 熊啵啵啵 熊啵啵啵 好 對不起 請煮 然後呢 因為這個龍蝦啊 我知道你怕燙 他不怕燙是怕痛風 我怕燙 也怕痛風 沒什麼好怕的 都發生了 有什麼好怕的 就是這個是已經熟的 所以就是 所以沾一下就好 對就是如果你覺得 吃冷的你也沒有關係 只是沾一點味道就可以了 欸我想問你 你說你煮的你會燙好 然後你是先燙好 然後放在冰箱 然後帶過來 對啊 為什麼要先燙好 我想問 因為我 我不知道你們這邊爐的活力怎麼樣 因為如果帶生的來 我一下煮過頭了 就那個螃蟹就浪費掉了 這個螃蟹外面一隻也要一千三百八呢 蛤 欸從上面那裡了 你講得要深一點 沒有啦 就是 就是如果你去上影 誰想看的 喔我講不出來了 你去上影買的喔 不是去上影買 去上影隔壁的那個傳統市場 就人家那個港口直接劈進來的 我請說老闆幫我 幫我劈好 就是幫我把那個螃蟹劈開 螃蟹劈開這樣 對對對 然後幫我處理好 然後 直接殺掉一隻欸 對就直接殺 然後呢 就是 弄好了以後 就先燙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東西會多久 它的火到底 猛不猛 所以就想說先煮好 而且你又怕燙 想說如果熟的話 有一點溫度 我就可以吃了 先抓一碗通來吃 涼的涼的 然後呢 直接吃 然後就是 因為我這個湯 就是 如果是海鮮的話 就是要吃海鮮的原味 所以湯 就是所有的醬料都不要太重 我看到人家吃海鮮鍋 然後拿沙茶醬 我就 怎樣 不行 我就很開心 這樣好 這樣好啊 所以我今天這個醬 就是薄鹽醬油 薄鹽醬油 薄鹽醬油 柚子醋 跟我剛剛自己磨的 薄鹽醬油 柚子醋 你剛剛磨了 薄鹽醬油 可以直接吃了吧 你可以直接吃 好香喔 而且啊 就是它這個螃蟹 因為先燙好的關係 所以你不用 你不用擔心說 它會說 就是 屌 你看石靠擦袋 是不是這樣啊 誇張 誇張欸 這些醬真的也太誇張了吧 不會啦 十棉手 超多 十棉手 這麼厲害 十棉手都講得出來 大理石鋼手 哇賽 就是這樣子 我的手很毅然 大家想說 就是整個手 哇 哇賽 一個摳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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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拿到了 沒關係 那長輩都要笑 到底你們誰 誰就是長輩 他 可是你長得比較像長輩 可是你長得比較像長輩 他 我來長輩我OK了 我來長輩我OK了 這支比較燙 謝謝 筷子快 大理石鋼手 不行大理石鋼手 快說不了 小心 可以 可是裡面的肉沒有很燙還好 對 你很扯 你到底是廚師還是 好猛喔 不是 他剛剛那個是因為夾到那個 夾錯邊了 嗯 那我就知道把人家剩下吃了 他真的因為他的湯頭很輕啊 所以我們一開始沒有像你說的亂煮一堆 就沒有那種鹹雜忍等的味道 鹹雜忍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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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雜忍 鹹雜忍色什麼 哈哈好好 鹹雜忍 simplemente的味道 煮火鍋啊 如果大家有看那個小張家 不是用寶山飛龍鍋的煮法 又用黎岩的煮法 因為你知道火鍋你會一直塞料進去 那個料會越來 那個味道會越來越濃 越來越濃 那如果你是 除非你有主題 像我今天我昨天本來想要買龍蝦 但是龍蝦現在龍蝦實在太貴了 我們買不下手 嗯 不是你買不下手 可是我們沒辦法花這個錢 不是 因為我問到最便宜的波士頓龍蝦 100公克要120塊 然後通常這樣一隻的話 大概是400克到500克 然後南非龍蝦的話 就是他沒有手 波士頓龍蝦有個很大的鰻 他只鰻 但是南非龍蝦只有肚子 就是吃那一節肉 但是那一節肉 他一公克上飲標的價是100公克280塊 那你一隻就2000多塊 確定是收銀機 你也記太清楚了吧 我們也太會懂 對啊 什麼南非北非我也分不清楚 我也吃不出來 兩公斤250的就好了 你買那個一公斤500塊的 然後跟我說他會飛危險 真的喔 那你知道等下干貝會鑽洞嗎 好韌喔 鑽洞是意思啊 好好吃喔 是不是 然後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龍蝦石斑 什麼石斑啊 看起來是魚片啊 我好熟喔 真的 是魚片嘛 你知道這個 很想記錄他 我今天早上去南門市場買菜的時候 這個一片 就是五片一盒 他是賣 因為你知道南門市場比較下流 平江比較上流 這個一片要100塊 一片100塊 有買就會比較便宜 在南門市場買雞排便宜 好會喔 喔會喔 會喔 你可能去傳統市場買雞排 一片只要28二 好慣喔 是不是 就是那種早上去 那種媽媽都 你知道我覺得我自己 沒有資格吃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又藏不出來 喔 不浪費 因為你剛剛都找到你的身上啊 是不是 還排不掉 對 對 真的真的 那我吃多一點嗎 還蠻灰粉的 災難來臨的時候 再把它摘 對 好猛喔 超快 中間要帶一點點生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魚片可以 喔真的啊 因為這個魚很好的魚 一片100塊的魚 那我想請問我們這個 可以沾這個醬嗎 還是不要沾比較好 就是沾一點點就好 沒有要吃下巴拉一下 我想說小姐你也太粗魯了 沒有我想要拉一下 沒有我想要拉一下 先生好不好 你怎麼會叫我小姐啊 阿姨好不好 好 你才輸功耶 還好我差一點點就衝口而出了 是不是 沒事沒事 對啊 好我們先把腳本放一邊 好好好 完全不想阻止 一直拿著那個啊 沒有我跟你說 如果要吃蘿蔔泥的話 最好是你蘿蔔泥你半開嘛 然後你加一點 對 要不然你等一下 等一下 你等一下就是 那個叫什麼 你的整個醬都是魚的味道 你等一下吃干貝 就吃不出干貝的味道 對不對 好 很細緻的人 干貝英文叫什麼 Scanifer 讚 對不起我自己講 都偷烤了是不是 可是老實說 如果有點怕那個魚腥味的人 是不是應該在煮熟一點點 對 但是因為我想說 你們都是吃海鮮的人 所以我煮熟了 可是他有一點點是 他很好吃 可是他有一點點 因為他沒有煮到很熟 所以他沒有辦法 很快速把它思考 因為他 他今天騙的有點 我本來想說買回去自己騙 但是結果 要厚 我太不相信自己的刀工了 所以我想說你幫我騙一下 他就 這麼好吃 對啊有點厚 因為其實真正吃肉滿吃 但是其實要夾起來 然後要看著 看著床 透透的那一種 對對對 我只感受不到口感 我感受不出味道 沒關係啦 好吃嘛 抱歉 沒有關係 我覺得很好吃 對非多大 幹嘛 矮沒得吃肉 有啦有啦 我記得了 可以啦 可以嗎可以 沒有那麼喜歡 我先下樓 那你現在要煮什麼了 我現在要下干貝 但是因為湯還沒有滾 我要等它滾開 要不滾才能放乾貝下去 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先來放一點 欸這個蛤蜊很大顆耶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蛤蜊啊 人家煮久了以後 那個蛤蜊不是會不見嗎 而且他還沒有死掉 他剛才 他剛才夾的 我嚇嚇 真的假的 因為他剛才只要打開的 就是 就是 I don't touch me 他這個 他這個很 就是 出力的 出力的很好 然後就是很新鮮 所以 他不會 他不會越煮越小 他不會越煮越小 他在咕嚕咕嚕耶 咕嚕咕嚕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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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裡面還在動啊 你去燒他肚子 他已經先了八七 他已經先了八七 因為以前小時候 就媽媽都會放那個 就讓他們兔殺嘛 然後我就會把他拿起來 然後硬把它扳開 然後就看到他那個肉跟可分 你會覺得 對啊有點壞對不對 不是你為什麼要做完這件事 我想說對啊有點壞 因為我小時候都不懂啊 人都有第一次啊 所以是第一次才這樣 所以還是之後每一次 之後就沒有再這樣過了 之後就買了一組工具 來快速的把他那邊扒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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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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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不是就是我跟他的火力不熟 我不知道他要什麼 還沒有跟他交心 對對對 好啦不行不管我要等他大滾 因為干貝下下去就可以吃 然後而且另外就是因為我 啊我突然想到 是不是要談一下就是你的表演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的表演喔 因為我接下來要閉關 我其實已經開始閉關了啦 所以我本來 你的閉關蠻不閉關的 不是 因為這個通告我12月底就接了 然後結果接了不知道多久 然後就那個台灣的國家國樂團 就是台灣台灣政府養的樂團 在招打擊手 喔對是喔 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斯康哥是 那個打擊 打擊樂手 打擊樂手 大家不要忘記不是火鍋 哈哈哈哈 也不是來賣火鍋 真的要自助他原本做什麼 他其實那個本身是打擊樂手 沒錯 對 然後呢 就是 然後因為 就是 因為是個穩定的工作嘛 你知道 是不是 樂手在外面混久了 也會覺得說 就是工作不是很穩定 對 所以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然後 我就開了電腦火鍋店 對 對對對 以前都不穩定 就是今天可以死 樂手今天可以死啊 然後 沒有什麼奇怪都會養樂手的啊 有啦 音樂工會啊 就是我們老保健保的 就是給他們扣的 扣過大健保給他們扣 然後每次演 就是 就覺得很不踏實 尤其是 尤其是你沒有辦法看到 每個月都有錢進來的時候 就覺得很恐怖 所以就還是 勸勸時間 對 就還是決定要去考 但是呢 就是你知道 台灣這麼多人 就 就開那麼一兩個區 那大家當然都是 就是 搶得考 對啊 我 但是因為這個是已經先講好的 就是 之前先講好的 我全部都照做 就是 因為已經大一點家 我想說不要返回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就來 就弄一個盛大一點家 我就可以過來比觀 我已經 三個禮拜沒有開 然後 然後我的 我的PAD帳號還可以連養 哇塞 對 因為我是可以坐在那邊刷夾蛋 刷四個小時 真是 宅宅 不是 那297打開一整面 可以了啦 不用給別人了啦 你看一夜有297 就不用再量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可是我想說至少 每一組一對 就是刷一對 這個就是肥膽香髮 哈哈哈 誇張 是不是 欸他怎麼都不滾啊 對啊 對 就是 我剛剛火力不熟嘛 是不是 對 比較無力 對啊 我已經看到最大了 我剛剛 我剛剛在那邊 很害羞吧 我剛剛在那邊自己 我開餓他那邊滾了 就是不知道跟什麼 怕生怕生 然後 我們進廣告之前 能不能夠熟啊 可以啦 大不了最後一趴嘛 對啊 哈哈哈 你知道我還怕 就是覺得工作人員很可憐 我東西都有多準備 我還說如果真的吃不飽的話 我有叫他們買白飯 不要來煮雜炊 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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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熱了熱了熱了 可以了嗎 不行 我現在就是那天跟你們打 然後 媽的一個招拖歪 被人家嘴上淹沾 你是不是剛剛以為是吃自己家了 有一點 太舒適了 他辣可以吃了 你出來耶 開了就扛開了 他出來 他超圓的耶 真的耶 他好圓喔 我以為是超圓耶 魔法造女 好酷喔 魔法造女大圓 大圓辣 魔法造女大圓辣 你知道 為什麼 小姐你為什麼要用四個碗 你是很餓的 你是不是小時候家裡一區一區 那這個才是我的 我要碗 我要碗 他拿四個 我要用四個碗 我要用八個碗 我吃飯一個 然後湯一個 夾菜一個 然後垃圾一個 然後頭上還帶一個 沒有 我是拿民俗雞 莫名其妙 太大顆了吧 太大顆了 而且他吸滿飽飽的湯汁 飽飽 飽飽 他怎麼那麼鼓啊 我沒有跟他那麼鼓 他真的很鼓耶 而且他在低音 這種東西在外面賣過癮 真的 而且他好酷喔 所以就是要知道 去哪裡買這種東西 然後就是要跑很遠啊 你知道 冰江夜市跟南門市場 有差 冰江 冰江街市場跟南門市場 差多遠嗎 再給你了 再給你了 可是他沙沒有吐得很透 因為他裡面好閑 他本身很閑 那就是老闆的問題 老闆跟我說這個吐好的 他沒有吐 他可能吐醉還沒一吻 哇 好像一個超大顆 他昨天喝多了 成年青春豆 欸 來 直接 太噁了啦 可以喝一點點湯 湯好好喝喔 他現在湯很淺 現在真的是湯 湯比較燙的時候 剛剛喝的真的不好喝 嗯 可是 就是這個鍋子 如果他煮不 還是可以先放蝦子 也是不行的 可以 蝦子裡面就自己燙 反正那個蝦子下去 看紅了就可以拿下去 對啊 你好貼心喔 我覺得用我的筷子 不拿弓筷 沒有關係 沒有多的弓筷 有啦 這個 就是那個夾子 我覺得麻煩 這還是我 你知道我今天還帶了三隻刀子 然後這邊湯匙 這個都是我帶來的 你看我們家道具多可惜 真的 吃過 你看誰家裡 每次會擺一個鴛鴦鍋的呢 我 我家 你家也要擺鴛鴦鍋 擺鴦鍋幹嘛 你是很多層 常有人去你家吃飯 沒有啊 就是 我跟你講 就沒有紙裝一邊另外一邊丟殼 我鴦鴦鍋 超好用 好方便喔 不 妳它殼會燒掉 我鴦鍋是跨年那天買的 因為我出去包那個火鍋回去 然後我就想要吃鴦鴦鍋 然後我就真的去找鴦鴦鍋 我就想說會買不到 我覺得我竟然買到 我跟你說 P字用上不就有買 可是來不及啊 我是當天 現在台北市不是六小時嗎 他新北市 對 你是新莊快泉嗎 那南部的 南部的在那邊啊 我也難過你 我現在做鴦鍋 對啊 我給你拿下去南部 想說我早一直坐在那裡坐 對啊 想一直坐在那裡坐我 你們等一下供成山豬 超過分 你看我死瓦了嗎 欸 謝謝 我覺得他們很Q耶 對 這個可能要再一下下 什麼意思 他想賭屍 我跟你講 這次一定是可以 我的好了是不是 你很彎 好猛 我很彎了是不是 這次可以把它夠彎 台灣 我的剛剛是不夠台灣 因為他想要賭屍 沒有我覺得他已經夠彎了 這個湯派咖啡吃 我找到我的蝦 好蝦喔 很蝦是不是 很蝦愛的 好 謝謝 好啦 我不管了 我要下咖啡 好肥喔 這個湯溫度是夠到的 我現在才發現 吃火鍋跟這麼講究的人 在一起吃好累喔 哈哈 還抱怨有沒有 粗粗粗的人 我就是粗粗啊 如果沒有你的話 我本身是不太吃火鍋 我知道你怕燙啊 對啊 因為火鍋就你要等啊 對啊 你要等然後就會浮躁 因為沒吃飯寫到很厲害啊 但其實你知道 就是看人 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開火鍋店 或開燒烤店 老闆有點過分 什麼意思 就是他料丟給你 你煮不好那是你家的事 對不對 應該要教育 可是大部分人會想說 他還想來這種產品就是 想要自己煮 對 我才不要用你的鬼方法 是不是 是 我煮最好吃 就是叛逆 對 所以就是我 我 你們干貝可以吃生的嗎 因為這干貝其實是可以生吃的 好啊 我想吃什麼 我也想吃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料 沒有剛剛 那他是偷懶嗎 為什麼沒有生意 對啊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那種不會滾的 他會自己調節溫度的果子 那也太 那也太 自己會了吧 傲嬌了吧 傲嬌 就是那個 吃 對 外冷內熱 哈哈 好人厭啊 是不是 我覺得他像這種 對 這種人 就一定弄麵好沒有 我先吃一個 我們知道是這種人 對 這種人通常是吃 哈哈 是嗎 是你嗎 哈哈哈哈 我也覺得你很厲害 如果你們可以吃 接受吃生干貝的話 我現在可以吃了 如果不行的話 可以再等一下下 我吃 我吃 我吃罐爽 就這樣裡面是冷的 好啊 對 好啊 好啊 喔 剛 剛泡褲是嗎 中間冰冰 是真的有一點 好像沒有道理的 好痛死 你拿不起來 幹嘛 為什麼 因為我 因為我 因為我參加 公司的一個健身的 就是大家一起健身這樣 然後第一天就不知兩點 然後跑到 不知道全部是拉到還是幹嘛 對 然後就是側乳 腹乳會痛對不對 就再加上我的上臂 就全部呢 然後還有我的手 手背下面就是 我現在就沒辦法 不要拿牠舉起來這樣 好 那我為你服 你現在不需要 我可以這樣嗎 喔天啊 我可以幫你把碗拿高一點 不用 可以 哇你就是那個 精神尖獸裡面那個 拿著不讓人家推 哈哈哈哈 對 對我就那種 或是 I can do myself 就是這邊可以寫 就有獨居老人 他超像街友 等於是要吃東西這樣吃 你會不會帶起來 對你腔超多 最像耶 光懷獨居老人 只有幫我們上電話 專線在這邊 只有我帶過美國街頭 沒有耶 我還講的是沒有 真的 那個蝦子啊 可以這樣 然後配一點點蔥 有 有 好吃 好吃 我好鮮喔 如果你現在吃蝦子 我放了很多條下去 應該都好了 我好猛 看我一個老闆 真的很猛耶 有沒有就是 沒有 火鍋就是要吃的方便 這感覺就是有長輩 什麼什麼大壽的時候 才可以吃的啊 是啊 我們家是這樣子啊 就是 真的啊 就是有人 就是有人生日 就是我爸就會去買好料 因為我 今天是那個 我爸很懂 傑林的三十大壽 今天是我爸生日 真的假的 你才三十歲 對啊 你才三十歲 怎樣啊 誰把他來了啦 誰誰貓弟 是不是在討人家 今天我爸生日啊 他帶幾條豆皮回去給他吃 不要 可以嗎 謝謝 我看你 我其實隨時都可以吃 因為他這個是可以吃生的 對啊 你有吃過生的嗎 沒有 對 我吃過生的那個 但是我覺得煮老了會有點 生蠔就是生蛋 現在應該 就差不多是極限了 真的啊 就想說吃點熟好 熟好 然後就是你 基本的海鮮吃過一輪以後 要放肉片是不是 對 接下來你就是 放什麼就放什麼了 因為他已經那個了嗎 他已經定型了嗎 他已經發育結束了 而且就是你看 我裡面有蟹殼一直在煮 他一邊在煮的時候 那個螃蟹的味道 就一直在吃那個湯 對 所以就是 你有講 如果講很科學的話 就是他有生透壓 就這個已經濃到 就是別的味道進不來了 飽和了 對 然後別的味道就會 會鎖在那個肉裡面 是不是 就很排外 對 所以你是故意把這個 還放在裡面的 對 所以我們從 那個廣告結束之後 到現在就形成了一個小圈圈 對對對 然後就是最後 放東西進去他們就會開始 最後雜吹的時候 就可以把上面那個老 那個老蟹肉 把它吐一吐 把它吐到那個 粥裡面去 就會變成蟹肉粥 哎呦 對 是不是 像我就是從來都沒 那麽我真的會吃耶 我真的不會 我都不會 菜全部丟進去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家庭養成 講難聽 不是講難聽 就是家教 就因為我們家 不過我爸很懂吃 然後 就對吃很講究 對 像我們家就是 可以活下來就好 的教育方式 所以就養成了我就是 然後 什麼都可以吃 我阿嬤又很會變 我以前我記得我每天早上起來 跟館上 阿嬤又換了一個造型桌子 哈哈哈哈 阿嬤現在樣子就換了 阿嬤先穿旗袍出來 就是他會 Sexy 哈 我等一下中午很少吃 除非是隔夜菜 要不然桌上的主菜都是不一樣 哦 他每天會一直變 一直變 一直變 對 然後 所以就是口味就被養掉啦 但是 也不是說一定要每一餐都吃成這個樣子 就是 那種 三四十塊的東西也是可以吃很開心 對 就是你 你不要隨時都想著說 哦我一定要吃這個 一定要吃這個 我覺得也不需要 對 對 厲害 像我就只有在去 你還好啦 還好還好 但漢堡的方面 你還滿能升的 升了啊 妳現在可以升嗎 你現在可以升嗎 他怎麼跟你講啊 要慢一點 登 登 天下統一 完全勝利S 阿 你這很像剛剛那個 假娃娃鏡 六根的那個 可以 真的耶 MUX POWER6耶 謝謝大家 你是土豪耶 我愛你一局就放不下來 我剛剛在外面說這個超娃娃7真的是 MUX POWER6 不知道怎麼講耶 就是騙人家錢 課長才會去玩啊 對啊 真的是 好 我們可以刷一點肉嗎 可以 請 他受不了 我剛剛不是說你要放什麼 你知道這珠紅色一直在誘惑我 真的耶 所以我來放 你會建議那種一盤整個大小孩炒的嗎 我會這樣 我會啦 可以不要這樣換 你放個 你也會建議嗎 對 我希望找得到我的東西來 你可以一隻多放一點點沒有關係 把它拉開就好 那肉不會過老嗎 要拉開 不是啊 那就一兩片 你們就三片 不是 就是你吃的時候把 誰又 沒有喔 我覺得它會有那個自動斷電的感覺 那要不要換那個啊 不是 因為我剛剛插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沒有很穩 我覺得那邊應該出太多 電 對 自動斷電的 你的攝影機要拿 你知道我今天本來還想要去找溫體牛 因為台北其實找得到溫體牛 其實老師說我們也吃不出來沒關係 對 不是 因為 因為溫體牛 因為溫體牛煮完以後 人體 人體 溫體牛好了 溫體牛煮完以後 湯不會有雜質 所以適合拿來吃雜質 對 因為細胞膜在冷凍的時候 會 會就是 會被破壞 所以你還原的時候 就會就會有雜質跑出來 但是溫體牛不會啊 它沒有經過冷凍啊 沒有造型 沒關係我物理不好 直接告訴我很好吃就可以 對很好吃 對 好吃 然後像 像這張的話 就不需要太多講 就一點點 然後放一點點蔥就可以了 對 是不是 欸好猛喔 吃到我都不想講話了 欸你們去吃那個了嗎 那個 頂瓜瓜吃到嗎 對 對 去吃嗎 我也還沒 沒有大雞腿 也沒有紅茶水滴 真的喔 那其他什麼都有 因為我朋友去吃啊 他翻掉很快 因為我本來要約他的 就我要 訊息發出去的時候 他說我隨便吃 那多少錢 三百多 三四九加一層 那怎麼會沒有大雞腿 我不知道啊 而且重點是 沒有紅茶雪泥啊 搞毛啊 什麼是紅茶雪泥啊 他這一個那個 就是紅茶冰沙 飲料喔 就是 還蠻特殊情形 沒有關係 沒有我再把它拉 你不要整盤 就跟丟下去了 我都我都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子欸 不要這樣好不好 欸我記得欸 去年來看你眼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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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他們今年跨年來我 怎樣 你這也是有win point 是不是 真的很痛欸 超week 超week 這上面是有紅點 那邊是核心 對 打就是 你的心臟掌在這裡 我同事超賤 我在旁邊這樣 我手拿他掌 今天冠軍得主事 然後就啊 直接拉到我的手 好可憐喔 他整個人飛起來 不然這樣舉起來 對 然後就直接跳到椅子上 跟他投高 這樣嚇我一跳 恐怖死 好快喔 真的 肉麵很棒 肉沒有那個顏色 不是肉沒有顏色 肉沒有紅的就可以吃了 肉很棒 牛肉 強吃 所以我們最怕就是這樣一直吃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做ending 不用ending 就把它吃完 真的假的 你覺得你會讓實體 可以這麼爽 不然你要去玩滾木齊瓶嗎 我覺得很棒耶 哈哈 講出來了 講出來了 我覺得熱還不錯啊 對 因為今天真的好冷 因為我們今天沒什麼吃飯 而且今天真的很冷 有啊 我今天中午就 欸 早上嘛 我的團結給他說 叫你們小炒吃一點晚飯 喔 我跟你講 幸好今天晚飯還真難吃 真的 因為我一進來的時候 拿到主蛋就這樣 喔 這今天以前你說什麼 打槍還是說什麼 黑名單 喔黑名單 然後就這樣 真的假的 然後就把它打開看 那是板條嗎 刀削麵板條 喔刀削 我就說看起來 小姐刀削麵板條你吃不錯 因為我沒有看很仔細 因為它上面鋪很多菜 喔 他就說這個不好吃嗎 他就說不好吃 很硬 然後很乾 然後想說怎麼可能 然後就一吃就這樣 真的很硬耶 喔 我覺得在那刀削麵 就是好吃的代表啊 可是它沒什麼味道 然後會超油耶 對 然後明明這個顏色很深 如果很油的話 你就吃豆皮就好 這個先放 不要理它 找不到任何多 挖餅 你為什麼要挖餅啊 你要放啊 皮子癢啊 都可以放 後面有衛生紙啊 我跟你說 然後呢你們要吃吃這個蛋餃 這個蛋餃是已經熟的 為什麼要熟了 不是我說 這個是已經熟的蛋餃 蛋餃一定是熟的吧 一定是熟的 有生的嗎 生蛋餃很格吧 沒有生蛋餃 蛋要怎麼生 不是啦我都裡面的料啦 它可能是包就是絞肉 就是你去那邊吃 熟蛋餃包生絞肉這樣 對 然後想說冷凍之後 反正你會煮嘛 對啊 有這樣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平常不怎麼吃蛋餃 我都只吃這一家這樣 我也不吃蛋餃 我跟你說 我只吃蛋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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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心目中最棒的火鍋點是奶 如果在台北市可以選 你要吃什麼鍋 有不同鍋也會分 沒有 我覺得就是我們一般的那種鴛鴦火鍋 如果女朋友問你 然後要CP值高 不可以太貴的那一種 鴛鴦鍋 就算是單點的話 你也覺得它 就是譬如說它很貴 可是你覺得它CP值很高 鴛鴦鍋 或一般火鍋 不要吃蒜蒜鍋都可以 你覺得 你覺得那一口 滿糖紅不錯 喔 滿糖紅的糖尿 你覺得以它 所以是零品點頭耶 因為 而且它的肉都好新鮮喔 而且 如果只純吃麻辣鍋的話 我心裡 心裡只有太和點 沒有其他 太和點很鹹耶 那是因為你們不會煮 真的喔 那是因為你們不會煮 啊 嫩 可是我們都是旁邊的阿姨 然後我們煮 他就是你旁邊的阿姨不會煮 還是你能承認阿姨是你自己 他一定會煮 沒有是他們煮的 你沒有那個 他一定 媽媽 他們都講我的壞話 我會看你電視 他們都講的壞話 真的很過分 你覺得我剛剛 睡下去了那順便 我媽在看下一載照 然後哭了 原來我女兒都這樣被霸凌 難怪她一直跟我說 她想要退出演藝 你回來吧 女兒 原來我女兒都叫我阿姨 原來我女兒都叫我阿姨 原來你媽怎麼 旁邊阿姨怎麼不好意思 講你媽怎麼 對沒有 因為她那個 就是她一定會先幫你 把那個內臟怎麼都丟進去 對然後就是 所以第一件事情 要先把內臟吃掉 不是先把內臟吃掉 不是先把內臟吃掉 那就要叫點內臟的人 趕快把它吃掉 因為內臟她那個是乳好 已經有味道 她那個會越煮越鹹 所以你們煮到那個湯後來 我想說 就是不會煮的人 你們在吃什麼東西 好好一鍋 那你覺得橘色好吃嗎 蛤 橘色 橘色力量東西 橘色是誰 誰 誰 你說和日本的和田教授嗎 他在拍彎的時候 我去聽演唱 那個是反串你知道 一樓是反串 我真的是笑死了耶 昨天 這個人可能只會吃吃看了吧 蛋餃可以了 蛋餃可以了 它只要燙就好了 我跟你說 我放醬油膏 當蛋餅子 我跟你說 這還真的可以當蛋餅子 它裡面的肉也太多了吧 不是 它的那個蛋很厚 它好很淡 它的蛋很厚 它的蛋很紮實 它的蛋很紮實 燙到了 貓嘴了 貓嘴 是不是 真的不一樣 真的假的 它很強吧 它是瘋狂大食客耶 真的耶 我都跟你講 是不是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連派提送去的水餃 沒有人說不好吃 真的 所以你是被誰吃走 我跟你講我剛才快點罵髒話出來 怎樣 我就是被人家拿去吃了 被誰拿去吃 不知道 是假的啊 對啊不好意思耶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那天 就是我本來想說 我幫你找出來 對啊 你就挖出來 挖出來 不好意思 催吐是不是 我比較不好意思啦 你們沒有吃到 你知道我本來 你知道我連派提那天 我本來會 吃了五顆 不能不分我一顆咧 我不知道你沒有 你知道就是連派提那天很晚 就是我 就是他本來 比如說VIP可以隔夜 所以我VIP還是三點就被趕走 然後結果走之前 就是我終於看到你了 他說 欸你有吃到水餃 我 欸還沒有吃到 我說我的水餃被人家吃走了 哈哈哈哈 我哭哭 哭哭說就到處哭出說 我的水餃是誰呢 我的水餃 我的水餃 妳說妳好像俐進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妳說妳好像俐進 好 好 好 沒關係 這是我剛剛放下去的 對 好 所以剩下都可以放下去吃菜也可以 那水餃是哪一家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麵食 水餃可是 北方人 對 在台大院旁邊 叫龍門客棧 我北方人很高遠 哈哈哈 對妳可以去Google一下 但是他就是 妳知道我從這麼小開始吃 就他就是老闆老闆娘 但是我們家全家人 然後因為我爸就是 因為我爸在我們去吃嘛 然後 他們剛剛一長這麼大隻有沒有嚇到 沒有 因為就是持續的 持續的一直有在吃 所以他們都 就是一直看一直看 就變大了不會發現 對對對 走的時候 哎呀都長這麼大了 我說我不是上個禮拜才來嗎 對啊 印象中一直是這麼小嗎 對 印象中來了然後頭撞 印象中 嚇到 但是因為他就是 因為現在變有名了 而且很多日本人 真的假的 你知道因為我老闆知道 我會講一點點日文 所以我 他每次看到我在行列裡面 他就會把我拖過去說問他 啊 對 然後 然後 你去把他們 帶去那種連鎖的 把他們 把他們 把他們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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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 一 一 然後 人家去想說 排隊都 我說我剛剛吃回來 說你不用排隊喔 我說因為他們開員工位置 蛤 對 他們就會從後面撥一塊 吃到員工喜 就是 你就是那樣點的VIP吧 我就走過去老闆 然後老闆還會講很大聲 你幹嘛排隊 小聲一點 很優點 真的耶 而且你又大隻 對啊 我就說 不要講那麼大聲 然後我就說 他就說 現在沒有位子 你要坐那 我直接問我說你要坐那 我說好 然後我就進去吃 這是跟我去那種餐廳吃飯 就是 溜炭了 嘶 是不是 你知道因為這種狀況 所以 我現在去那個餐廳 都比較低調 是不是 你連一點都不低調好不好 因為我背對所有人 我在最後面 超貴 我沒插 然後現在湯啊 會比較像受洗燒的湯 所以呢 我建議如果你要喝湯的話 我可以幫你點一點那個柚子醋 會很鹹 幫你點一個 點酒啦 對 對 就是 我們可以現在喝喝看這個湯 這個湯已經換味道了 就是會變很溫的味道 很溫是什麼意思 這真的啊我的碗子 不是啊 因為你的碗裡面有其他的東西 沒有啊 噢 和蛋餃真的很特別 是 蝦仁蛋餃 那位先生你沒有吃 你都不知道 他們是長貝貝的嘛 對不對 不是貝貝欸 是三個歐巴桑 我是跟貝貝買的 哎唷 三個歐巴桑就跟貝貝 哇 又沒了 又沒了 後來就和蒙了嘛 姐姐 就是他們會在那邊現煎的 那應該可能是先生在煎 你要點 要點一點醋 很好吃耶 它裡面很像那種 然後就會很像 我們吃了什麼 什麼 什麼 魷魚羹 那種 那種 那種方法 很紮實 對很紮實 我的 舌尖沒有感覺了 神經上的中國 沒有神經上的沙漠啊 可是你 打得好痛 等一下 你又不能吃焗烤了耶 又是天安的現場 好亮喔 焗烤不是都很燙嗎 所以你不吃焗烤 我吃焗烤啊 可是焗烤都剩進來 可是我要等它 冷到變成一塊之後才吃 那天來我家吃火鍋 他說 我可以等什麼時候 他就一直問我說 什麼時候關火 什麼時候關火 他說要關火幹嘛 他說關火我才可以吃 可是東西就要吃燙的 對啊 就知道這個就要吃燙的 我是那種 一個人的那種小火鍋 比如說那個老仙叫之類的 有沒有 老仙叫 睡覺的叫什麼 他裡面不是有很多料 然後會上一盤肉給你 我就是一來之後 然後那 國一國之後我就把肉全部丟進去 然後什麼時候就改 把肉全部拿出來 然後吃得一罐火 然後就沖沖 然後就沖沖 然後在那邊滑手機 滑五分鐘之後讓它開始吃 蛤 好猛喔 對啊 你太大了 就覺得說很燙 你這是北方打的 那你吃鵝蛙米酸嗎 不太吃 對很燙 對 我也是 鵝蛙米酸好好吃 對啊 根本就是鹽醬泡泡泡的 花燈 對啊 摩日熔岩 那邊有一碗冷的湯 沒關係我可以喝喝 不是啦 我要加湯 現在 他以為你很貼心 我說哇塞 你怎麼會冷湯 那我拿一個冷麵來吃好了 不是 我還在碗裡面 那你也是在當日本人 你有看 日本都吃冷的 對啊 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去富山那幾天 你有很開心嗎 因為他們都一直給我們吃冷吃 吃到快冷 你知道我以前看到他們 就是美國小孩 就是在China湯的那種餐廳吃 然後就是喝那個酸辣湯 很燙啊 而且酸辣湯是你怎麼吹都不會冷的 對對對 然後他們居然跟富山有冰塊 欸 丟冰塊下去那樣 就是我嗎 你會做這種事 我會啊 然後我只要把你從26我丟下去了 哈哈 OK 你知道我 我高中的時候去那個 那個 跟高中童年出去吃飯 然後去吃那種 類似湯麵 然後很燙 那時候趕時間 然後對面有全家 我就直接離開餐廳 然後去全家買衛生冰塊 然後這樣子 站在餐廳那裡 咔咔咔咔咔 然後到了 然後全部都在看我 我幹嘛趕時間啊 天啊 我們家都這樣啊 我們家都這樣啊 好可怕喔 我們家都很燙 那你丟兩份冰塊 啊 好猛喔 對啊 可是酸辣湯呢 酸辣麵我可以啊 不會啦 酸辣湯我就 我就不點 OK 牛肉麵 牛肉麵就 沒有我現在比較好一點了啦 可是因為我很喜歡是 很生的麵 然後我要等它涼 它就會泡得軟 對 所以就會很痛苦 只好就是拿起來用冷水沖 就變涼麵了 就先拿起來 那你就吃沾麵飯 對啊 吃沾麵不是很爽嗎 你說日本的沾麵 對啊 還不錯啊 是 麵也是冷的 醬也是冷的 就蠻鹹的 那你就先跟它要麵湯 對 先跟它要麵湯 把那個醬子對 你就沿沿著衛生冰塊把它弄蛋 對啊 你是覺得我隨時有帶衛生冰塊嗎 還是我在 日本人家很多啦 然後跑到對面去買冰塊 超遠 從每時間坐電梯上去買 不是 因為有些東西 越煮 味道越奇怪 不是 我們不要叫工作人員來吃 真的 來吃 吃 來嘛 來啦這裡有空的碗 對不對 快點養 那我們裝給他吃好了 這筷子我用過 有聽到 有聽到 通過來了 照個背臉 是把螢幕關起來嗎 對啊 所以可以先進廣告 可以先進廣告是不是 進廣告回來他還在這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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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廣告回來我就要煮粥啦 我都叫他買白飯了 真的有買嗎 有啊有啊在後面 你們裝給他啦 我有我裝一碗給他 他們一起啊 裝八碗給他們 你幫他拿個這個筒筒來中的罐 來啊 那我就可以開心的撈我的服務 拿那好危險 不會啦我就靠還那啊 可是他們沒有醬耶 蛤 我跟你說這個東西不需要醬 點一點點就可以了 肉啊 肉啊再放 我放我放 整盤倒進去啦 這個可以了啦 現在這樣應該可以吧 老婆節啊老闆啊 生氣變遠吧 麻煩都要回家了 老闆回家了是不是 老闆回家吃和牛 對啊 吃得超好 和牛是不是 你知道台北哪裡的和牛是不是 原料啦 和牛 和牛都是那個啊 就是日本的牛嘛 對 我吃過和牛 那你知道和牛跟國產牛的差別嗎 一個是日本出來的 一個是台灣出來的 這也是真的 這也是對的 這也是講的也是對的 這也是蠻媚化的啦 是國產車跟日本車嗎 沒有啦 因為日本 日本他們還有叫什麼 還沒說啦 也是叫國產牛 但是就是 日本國國產 對 他們那個會上面會寫和牛 或國產牛 什麼 對 國產牛就是 還沒說啦 是日本養的牛 牛肉不用吃到這麼熟 但是 牛種不是和牛 牛種不是 譬如說 就是那個 滷牛啊 像日本沒有 滷牛 日本最好吃的就是 黑毛和牛啊 就是你們常常去富山吃的那一家 完全吃不出的所以 其實我勉強可以 可以啦 我們那時候還比賽露片啊 有沒有 我知道啊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 那個黑毛和牛到底是秋 你說A5嗎 不知道 A5啊 對 A5的話 A5的話 就吃得出來 他跟沒有A的差別 是不是 一個會 就是會做三情動作 又不會 什麼啊 一個A嘛 什麼一個A啊 三情 我覺得就還好啊 可能我就 木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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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蛇跟魯蛇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 OK 不一定喔 他部分的 都差不多 也是啦 因為我們吃什麼都可以嘛 真的耶 好像講講一次 因為我們為了要活 我們只要活 不會啊 為了要活 不會啊 沒有你知道 你知道 像當兵人啊 他們都覺得不好吃 然後就會跑去買什麼東西吃 可是我就覺得超好吃 所以不然跟你講 可以丟衛生紙嗎 六胎人在你的後面 六胎人手不方便 哦對不起抱歉 我你也不舉了 沒關係 對 不啊 手不舉啊 沒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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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你吃飯囉 沒關係 剛唱出來的 還行 對啊 你的助理叫他們來吃啊 等一下 幫我看 我不好意思跟當兵的弟兄說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就是當兵的東西 所以你在 難怪你在軍中過我就會了 真的耶 會了啊 有差呢 拜託 因為你知道如果我長 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吃到好吃的東西 我就會就是會花心力去找 然後找不到我就會很想 你知道我以前國中的時候就這樣子 因為以前竹尾有一家 就是竹尾捷運站 有一家很好吃的牛肉麵 非常非常好吃 竹尾在哪裡 就是 竹尾在新竹嗎 新竹周圍嗎 竹尾在陸竹旁邊嗎 陸竹在哪裡 竹尾在關注下一站 好嗎 那我就是新竹嗎 我剛剛不是說捷運站了嗎 新竹有捷運站嗎 關注 關注耶 關注才是新竹啦 是不是 所以 然後呢 我就 我就說 我就有一天 那國中不是會晚自習嗎 然後我們就是 如果沒有第八節就四點半下課 然後晚自習六點半開始 我就會坐 那個時候還開始比較慢 那個時候大概要三 我從那個小南門站 坐到 主委去吃一碗麵 然後回來 蛤 你是那種為了美食而沖的 對 但是呢 你就完全相反 我如果沖過去 我看到沒有開的話 因為我晚上就是會 就射了 對 騎摩托去撞那家店的門 然後錄影機就會錄到 真的 然後後面還會有那個什麼 你知道我會 我跟妳說那個龍門客站有沒有 因為龍門客站好像是 第二個禮拜一跟禮拜六公修的樣子 我有點 我現在有點忘了 但是呢我每次去 然後說 我忘記他今天公修 就會很氣自己 因為你沒有辦法氣老闆 因為老闆本來就公修 對 然後說 拿一拿 拿一拿 有 他有拿 進廣告 不用這麼通 對啊 要進廣告了 好嗎 謝謝 謝謝 你最近是不是聲音沙啞 因為你這樣加那個 要講大聲一點啊 不要人家 講話好好講 對啊 媽媽 好 我們要進廣告 欸欸 六湯的爸媽他真的很過分 六湯的爸媽 你現在是在看 六湯的爸爸你是不是在看 我媽媽是真的 他還可以看到我嗎 他還可以看到公波 好 進廣告 回來就煮 走 辛苦大家